联合报、中央网络报等台媒周日在头条位置刊登习近平贺电以及吴敦义复电电文的相关内容 报道均注意到习近平的贺电中凸显了坚持久而共识、坚定反对台独的政策主张 国民党智库、国政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张蓬勇周日投书中国时报表示 吴敦义面对的最大挑战还是两岸政策的论述 他说,吴敦义在选举过程中延续马英九的两岸关系主张 但是他部分言论更趋保守 国民党已无法再用这样的陈旧的论述号召民众 如何在过去的基础上 国共继续以二轨运作的方式为台湾民众争取权益 吴敦义还需从长计议 台湾《旺报》周日指出 民共两党没有政治基础 两岸关系与一年前相较已大幅倒退 国民党如果无法在一中架构下 维持稳住与大陆的信任关系 继续扮演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角色 两岸关系将失去一层重要的缓冲 即使台湾的处境就真的危险了 依照国民党内的规定 吴敦义将在8月20号 第二十届全党代表大会上宣誓就职 负责未来四年领导全党 若无意外 吴敦义也将代表国民党 决逐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有观察值 在此次党主席选举中 吴敦义在全台加上连江县 共22县市里全部获胜 只有海外党员得票些微落败 可见他整合国民党各方势力的功力与威望 但是他在这次竞选过程中 也因为其一些两岸主张 引发岛内的一些深蓝选民的疑虑 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所长朱卫东 在接受中心社采访时表示 期盼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上把握正确方向 不要偏离九二共识 他认为如果国民党不能坚持九二共识 那就是在向民进党的路线靠拢